进行一个控制不至于火势 继续向周围去蔓延 那么这个着火的车间呢 一样燃烧的时间会非常长 所以我们这个明火铺就多吨橡胶 正在猛烈的燃烧 不适合救援人员到里面进行伤亡的情况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火灾造成的环保问题 今天我们在直播前 我也发现很多市民早上一起来以后 就发现有这种检测 目前呢颗粒的悬布布有所上升 但是大家担心的像氨气 硫化氢 二氧化硫等共有六层 正是因为200吨的现场 正在进行环境质量的深度评估 什么叫深度评估 意思就是说除了空气质量以外 我们的水体 土壤 都在本次深度评估的范围之内 稍后有了最新的情况 我会通过直播的方式 再次向大家介绍 请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